你刚刚也发过的第一首歌是单曲的 还挺开心的 这个单曲其实讲的是 其实是写给我的粉丝的 其实就讲的是一个人从学校出来 到开始在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成长 因为我好多粉丝都是大学出来那种阶段 所以其实希望他们都喜欢 第一次录歌有没有感觉要好玩的事情 第一次录歌其实我更多的是在玩 因为也不是专业的歌手 很新鲜很新奇 然后当时还好我们的团队一直在旁边跟我说 你应该怎么样唱啊 再调整 所以出来的效果我自己还算满意吧 那对于歌手这个 也算是新鲜的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唱歌跟拍戏很像 因为当时我拍戏也是 就觉得很好玩 就想试一下 然后唱歌也是 也想试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挺好玩的 可以大家听唱的 一路上的风景 有天晴又暴风雨 很荣幸 很感激那段过去 丰富了生命 难免有委屈 又不公平 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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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晴又暴风雨 有天晴又暴风雨